6月4日早上,亚裔美好社区促进会AABC在Saratoga Wildwood公园举行端午龙舟园游会 在北加州淡江大鼓队气势磅驳的鼓声中正式展开 当地居民、社区领袖、侨团代表超过千人共襄盛举 亚裔美好社区促进会的宗旨是建立并且凝聚亚裔美籍人士的力量 充分发挥亚裔对周遭社区事务的关心,并且推动奉献与回馈 希望各族裔能够相互了解 此次举办端午龙舟园游会,除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也希望将这段远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介绍给社区大众 同时,最重要的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大家舒展身心 增进居民的相互认识和了解 促进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 以及美好共享的社区邻里氛围精神 而这正是AABC服务社区的重要目的 亚裔美好社区促进会创办人陈朝全表示 AABC主办这个活动主要就是让主流 与跟主流结合 能让大家来推广中华民国专务节的活动 这次来的大概有上千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然后有Satoga市长、市议员还有前市长都来为我们开幕致辞 我希望藉由这样的活动让亚裔跟主流社会能多多的交流 当天Satoga市长瓦利亚、副市长费茨·西蒙斯、市议员赵燕以及前市长刘嘉玲 都到场祝贺 并感谢亚裔美好社区促进会 推广台湾民俗促进社区和谐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原优惠中有各式精彩的节目 包括龙州节庆的历史简介 矽谷大乐队的歌曲演奏 花鼓舞表演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排舞教学 这些都获得社区民众热烈的掌声高度赞赏 原优惠的摊位当然也少不了台湾美食珍珠奶茶 让大家可以大饱口福 民众还可以在现场学做粽子、香包、剪纸、铜腕、原液盆栽等各式各样的手工艺 参加原游会的民众 在这个龙州节户外活动中 享受着Saratoga河水的阳光 宁静小城的安乐幸福 放松疫情下紧绷疲惫的身心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端午假期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道